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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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让人揪心 那今天的刘响明 算是来者不善 王鹏飞能否守住 这个世界冠军的宝座 这场世界金腰带的 未免战令世界瞩目 我们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来致敬这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有请中外勇士 闪耀登场 有请泰国苏宝宝 中国金霞 西班牙 台北西亚 泰国打晚餐 泰国张帕亚 中国首歌级赵冲亚 德国泰拳女王万里大 中国奇迹女孩李明锐 波尔多瓦斯坦尼斯拉夫 中国刘亚宝 中国刘亚宁 中国香雷神剑刘湘明 中国大飞王鹏飞 泰国立天花大 中国奇迹出小霸王 轰炸 所有的勇士们集结完毕 这是一个令王者 战葬的夜晚 很荣幸 你我一同见证 一段广告之后 正式开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刘亚宁 刘亚宁 虽以两战两胜 占尽心机 但面对斯坦尼斯拉夫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若被KO 就有可能满盘结束 擂台上 从来不缺乏奇迹 武林峰 正在播出 六十五公斤级 武林峰 世界金腰带挑战赛 两强登场 首次未免的王鹏飞 面对风头正进的刘响明 是攻 是手 是针 是宝 心里实力 输忧赎略 运势人气 输高输低 伯仲之间 也必须当场判出胜负 五局大战 一条肌腰带 是旧王未免 还是新王登记 武林峰 正在播出 波及世界杯 历时半年的赛程 满满的精彩的故事 那不到最后一刻 谁能掉以轻心呢 我们现在关注一下 当前的赛况 国际世界杯小组赛 今晚收关 在上月的AD两组 最后一轮中 未免冠军 帕吉特农 率先突围出现 贾奥琪 也不负众望 抢得一喜 本周 BC两组收关战 最后两张入场券 会花落水甲 B组 来自文匹尼全场的达万猜 将面对西班牙名将 戴维西亚 此前 两人军事 两战两胜 本场比赛 可谓强强相遇 之前 普遍认为 达万猜 因为赛前降重很少 比赛时体重烧轻 力量 可能是他的一个劣势 但通过前两场比赛来看 他似乎还未尽全力 在场上的冷静和成熟 让人很难相信 他只有20岁的年龄 而戴维西亚 他的实力 永目共睹 成熟的立体式打法 充沛的体能 让他的比赛风格 一直非常稳健 这位ISKA世界冠军最大的弱点 就是没有弱点 这场强强相遇的比赛 极有可能成为一场经典之战 C组中 刘亚宁 士气正旺 两战两胜 让这位年轻小将 信心倍增 充满血腥的打法 也让他的比赛 具备极强的观赏性 他本场的对手 斯坦尼斯拉夫 目前一胜一负 积四分 稍触下方 但如果他本场战胜 刘亚宁 两人将同级七分 而因为两人之间的胜负关系 斯坦尼斯拉夫就将出现 所以 积分上的微弱优势 并不能让刘亚宁 有丝毫的轻松 胜负两边 地狱天堂 面对这个职业上升期中 难得的成名良机 刘亚宁只有拼尽全力 放手一搏 今晚 进入搏击世界杯的四强选手 就将全部产生 谁会最终登陆 远月十一号的 武林峰全球功夫胜殿 在残酷的四人战中 把得头筹 横起奖杯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呈现 今天是C组的第一场比赛 根据现在的积分情况 这一组选手 可以说是为荣誉而战了 那篮方选手 在赛前张文胜意外受伤 篮方选手作为顶替出场 尽管搭上了 搏击世界杯的末班车 但是出现的机会 已经非常的渺茫了 也是机会难得 我们有请来自泰国的苏宝炮 苏宝炮 苏宝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代表了吉祥搏击俱乐部 尽管已经无缘搏击世界杯的决赛了 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他追求搏击梦想的脚步 他在全民朋友心中的分量 可以说是用汗水浇灌的 有请中国吉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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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峰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我们今天的直播可以说是看点十足 首先为大家呈现的就是2019搏击世界杯小组赛的收官之战了 好 这场比赛介绍一下两位选手 比赛的胜利 可以说是胜率极高 而且除了后脚扫帖很重之外呢 他的拳法也非常精准 所以一上来我们的吉祥也是陷入苦战 对 吉祥是武林峰的老将 虽然说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但是从之前的这个小组赛的积分来看 吉祥今年已经无缘世界杯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 因为毕竟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征战了十几年了 他想用国际世界杯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比赛来证明 所以说就对这个比赛特别的看重 是 刚刚拳法吉祥把我们的苏博宝逼到了角落 但是呢 苏博宝又缓了过来 又击重了 那吉祥这场比赛拳法特别的犀利是因为呢 他特别跑去拳击队里面训练了 他说他自己的拳法基本动作太烂了 所以跑去特别训练 跑到重庆的拳击队训练 这是背负了太大的压力 表现不是特别如人意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从这个比赛当中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而且知道了自己今后将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他这几年成绩不好也是有他的原因 什么原因 第一个他开了自己的俱乐部分心了 然后第二个他的手里面一直都装着钢板还没拆 他已经有三年了 所以在比赛完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食指受伤的钢板给拆掉 同时呢他说我不开俱乐部了 我要找一家好一点的俱乐部 我签约进去然后重新训练 把自己的状态再调整好 其实可见他还没有放弃他在擂台上的梦想 是 说到吉祥首的伤就是在2014年跟哈牙打了之后 终于是拖了三年 在咱们关岛的安排下在郑州做了一些手指的手术 那钢板放在里面也放了好几年了 所以对他的比赛是有影响的 对 好 还有十秒 好 这个吉祥也挨了拳 还是要注意一下 动 好 时间到 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两个人进行了第一局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吉祥相对来讲是放松了一些 是 不过还是有点急 吉祥也是KO对手 因为吉祥就是硬脾气嘛 对 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的比赛看回报 是 前摆打中了 但是呢 对方后手给了一拳 哇 这个不错 吉祥的万兔 有机会把苏博宝逼到角落 相当顽强 哇 这个铃声一响 是 苏博宝偷打 马上就来了一拳 吉祥上一场面对的是他的大碗猜 那时候呢 吉祥疯狂进攻 但是大碗猜胸有全球 不为所告 打完三回合下来 这个大碗猜脸不空气不喘 就也就是那场比赛 大家对这个大碗猜另眼相看 对 然后打得很沉稳 然后又又觉得 哎呦 好有气质 对 就觉得那场比赛 吉祥是一点点狼狈的 是 很难有人打 全能打到展现出那种气质 是 不简单 那吉祥也知道 哎呀 光靠他的蛮力是不行的 所以他决定去深造了 啊 把技术都再加强一下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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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好打的 因為打拳在泰拳 泰拳裡面是不佔優勢的 吉祥的反擊不錯 到角落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不要讓蘇波寶緩過來 變形高掃踢 吉祥要再冷靜一點 拳在拳擊地 拳擊隊裡面學到的東西再把展現出來 吉祥目前 拳法準度夠 但是還不是很細膩 再加強一下 好 現在蘇波寶反架 游走 還是蘇波寶的拳擊功底比較好 好 嘿 我想蘇波寶這個步伐也應該都是吉祥想學的 其實這場比賽也是吉祥在國際世界盃的收關之戰 碰到這麼厲害的一個對手 也是一個學習 而且對方我相信他的拳擊技巧都是最近才臨陣磨槍的 最近這一批泰國運動員知道武林峰這些中方運動員拳法都好 所以全部都要去淋陣磨槍 就是我們和蘇波寶合作之後 相繼來了一批運動員 尤其上一次我們把蘇波寶派過來大軍打落花流水之後 他們全部去加強拳法 好 這個反架扭腰 好 還有10秒 再來連續進攻 你不去他就沒機會 好 吉祥再冷靜一點 爆 哇 相當讓人大出意料之外 以往泰拳手都是步伐最死板的 今天步伐這個泰拳選手竟然有花蝴蝶的步伐 對啊 很靈活 是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了 是 那看看吉祥能否破解對方的花蝴蝶步伐 可以遊走可以連踢 而且有刺拳 現在泰拳選手都進化了 已經是2.0版的泰拳選手了 不好對付 你看這個刺拳加步伐 太靈活了 好 吉祥慢慢追慢慢靠近 好 這是什麼招式 吉祥想說到那台中央啊 緩一緩 以步伐而言呢 相對的吉祥的步伐還是比較死板 好 蘇波寶換架 再換架 相當的靈活 相當的狡猾 吉祥壓進去 其實在這種交流切磋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對運動員 進步快啊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你看之前我覺得吉祥碰到泰拳手 他是不怕的 他覺得還挺得心應手的 但是隨著這個人家技術的不斷的進步 好 取長不斷之後 從達萬菜到今天的蘇波寶 我覺得吉祥好像是 他也需要進步了 對 需要去提升了 希望大家趕快找來一家好的劇動部簽約 好好訓練 好 吉祥加油 好 吉祥加油 這個老遊走 現在吉祥應該很生氣了 對 好在我覺得吉祥的體能還是很好的 這種還能夠追得上 其實面對蘇波寶這樣的對手 吉祥應該用什麼樣的戰術 可能能夠去破解他 因為他跟不上來 所以其實非常難 那吉祥又沒辦法把對方壓到角落裡面 所以就變成一直追 追著對手走 就被對手給控制了 哎唷 終於抓到一拳 再來 對手沒暈 太可惜了 好 吉祥不要再喜歡高腿了 這高腿像我講的 太單一的沒有用 對方躲得太快了 這個泰國人是腿法的高手 沒有組合 沒有一些掩護的話 起那個高手 打不到 好 接腿 再來有 吉祥接腿後了兩拳 組合不錯 不過被我們的蘇波寶 彎腰低頭給躲掉了 之前好像沒聽過蘇波寶 去打職業拳擊 所以她覺得 qualified 但是她的步伐能夠進步那麼快 真是 讓人家刮目相看 好的 OK GK OK 開 開 還有十秒 有沒有機會 好 多打一會兒 多打一下 又垂了一下 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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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有请 蓝方选手 来自西班牙的 戴维西亚 感谢观看 Deadmanwalking 第1章 上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提供 特级6分 所以说谁获胜谁晋级 两位是有共同点的 蔡老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两位的共同点是什么 戴维希亚先介绍一下她的师傅 强将手下弱宾的师傅是哈维尔 来我们武林峰好几次了 你看她像白白胖胖的路人 但是她拿过五次西班牙的冠军 2004年的世界冠军 身上背了好几条金腰带 其实她师傅的技巧比戴维希亚更好 戴维希亚是2010年跟着哈维尔训练 那同年就是练了一年就会打职业赛了 戴维希亚目前已经有20场KO的记录了 哇 厉害啊 是啊 那话说达腕菜最近在泰国也非常的红 她受到他们泰国皇室大公主的召见颁发一个荣誉奖 自从来到武林峰之后不单在泰国红 在我们中国也很红 我们这次的直播有两位美女粉丝 专门从成都飞过来郑州看她的比赛 是的 因为达腕菜打比赛真的是气质出众 然后呢 技巧又好 好 这里看这个我们的戴维希亚擅长的连续进攻 还没办法施展 我们特别再介绍一下这个戴维希亚可怕的地方是她的膝上头 像这个我们的吉祥也吃过这个亏 我就知道戴维希亚膝上头很厉害 她说戴维希亚的特点是她的下半身腿比较细 所以西法上来很快又准 然后张文胜呢也吃过戴维希亚的亏 因此呢退赛了 因为吃的戴维希亚一记西法之后就到匕骨就受张了 要休息好几个月 好 现在达腕菜过去大家认为她的拳法比较不好 但是今天看起来达腕菜拳法也加强了不少 对 包括她的老前辈擅拆 都已经陪到她的拳馆陪她训练 然后连续进攻 终于戴维希亚鼓起勇气进行连续进攻了 可是被逼到边角 但是逼到边角反倒是他的攻击比较猛烈 因为戴维希亚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 对 打腕菜带摔 非常漂亮的带摔 很精彩的一局比赛 我们看这个打腕菜仍然是那么的气定神仙 带着那种拳手的气质 打腕脸不红气不喘 对 法型都没有乱 还是那么的帅 难怪获得这个掳获了很多女粉丝的芳心 对 然后看一下回放 这个拳很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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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场比赛轮皮尼也非常重视啊 他们的总监也在台下 就在边角那边监督 那戴维希亚他们这个系统就是先破坏对手进攻 然后呢在连续组的环击 是他们的系统 现在看到刚刚是戴维希亚的环击 好戴维希亚是从去年的世界盃开始进入到全迷的视野了 到今年已经是连续两年了 我不知道今天她能不能够出现 但是一直以来 戴维希亚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她的这个速度快 感应也快 是 今天达维希亚想打控制 可是呢你看戴维希亚就是快节奏的连续组合 哎呦 达维希亚有点吃不笑 哦 对啊 刚刚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给达维希亚给达维希亚的提示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可是她的戴摔系统真的是非常的好 炉火纯青啊 好 现在开始达维希亚的拳法有点乱哦 那就是戴维希亚进攻的好机会 毕竟达维希亚的拳法才刚练 还不够熟 对 虽然达维希亚拳法不熟 但是呢她比赛经验太多了 太足够了 哇 上钩拳打穿 这边这个是戴维希亚的教练 白白胖黄的 刚刚镜头给带到了 对 哈维尔 赢胖太多了 这就不出来了 对 可是我看她最近教学还是很厉害 这个整个包括高扫踢啊 后悬踢啊 动作都保持得非常好 哇 哇 哇 带维希亚这个眼睛瞪得好大 她想吃掉这个达万筛 达万筛今天也够能扛的 扛了我们的戴维希亚好几拳 哇 哇 哇 而且我们能够感觉到戴维希亚这个拳的力量 这个戴维希亚就是整个身体的力量 对 哦 哇 哇 这个达万筛小心 头发 头部厚动太大了 那我相信 戴维希亚在找这个吸上 吸上头的机会 现在达万筛往前压 但是呢 达万筛是挨打 相对于上一场 上一场呢 其实达万筛是游走 可是呢 他主导拳在达万筛 对 两场比赛是不一样的类型 是 走 来看看慢放 好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对 现在局势对达万筛比较不利 好 虽然达万筛没有陷入戴维希亚的节奏里面 但是呢 戴维希亚的连续强攻已经命中了达万筛好几次了 哦 又是连续攻 哦 现在达万筛的压力应该很大 他知道前两回合对他不利 对 但真的是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是 但戴维希亚这种快速的连续的进攻 而且又准 对 达万筛还真的是没有这个破解之数 对 对 因为达万筛的步伐不像上一场的这个速度绑那么联活 所以相对对于戴维希亚的连续进攻来说是 戴维希亚比较有力的 戴维希亚开始后退想抓迎击哦 小心 哎 告诉我 达万筛还做鬼脸 这次回合只剩下两分钟 谁能够进到决赛对上贾奥奇 达万筛在目前布置世界杯最艰苦的一场比赛应该就是这一场了 是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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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万筛真的是临危不乱 还有很多的控制的小技巧 对 戴维希亚呢就是有她这个旺盛的斗志 跟那个消耗不完的体力 达万筛继续接见 对 其实面对戴维希亚这样的进攻的方式 嗯 其实最怕的就是达万筛她乱了 结果觉得达万筛挺好的她没有乱 对没乱 对 达万筛也在找控制的机会 是 你看刚刚的小脚嗓 这是一个控制的保证 如果在泰拳的话 达万筛的控制技巧会更多 很多手法她不能用 对 这有点施展不开 尖火 里边 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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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如果没有意外 达万筛可能 哦哦哦 无缘晋级啦 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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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碗猜 开始反应变慢咯 对接腿 好 时间不多了 敢打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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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西亚的体力还够不够 戴维西亚好拼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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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被你問到 這個不錯 給兩腿 其實接腿只能給一個動作 對 哇 這樣又打完了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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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已经定了 1月11号 珠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我们的年终盛典 届时终极四人战 搏击世界杯 为大家呈现 还有 还有 我们的中国队长 傅高峰 对佩雷拉的复仇之战 我相信 大家 所有人都在期待 还有呢 我们所有的世界金腰带的集合体 我们来看 戴尼斯沃斯奇 方菲达 昭九玉贵 朱帅 宋少秋 赵重阳 当然 还有今天晚上 金腰角逐的 这样的一场 世界金腰带 未免战的 获胜方 悉数走上 我们年终盛典的擂台 还有呢 我们的金拳奖 在大象客户端和公众号 即将开始投票 我们希望广大的网友 来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投票 还有一场比赛 值得大家期待 就是1月18号 2020年的1月18号 撞香红城 武林峰 首次走进广西 走进百色革命胜地 来巅峰对决 献礼新年 这份新年礼物 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来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独幽熟练 运势人气 输高输低 伯仲之间 也必须当场判出胜负 武局大战 一条金腰带 是旧王未免 还是新王登基 武林峰 正在播出 每年一度的年终巨线 中国队长富高峰 强势领衔 武林峰 世界金腰带拥有者 悉数上阵 60公斤级 日本搏击天才 找五九玉贵 63公斤级 德国麻烦制造者 丹尼斯沃斯奇 65公斤级 中国大飞 王鹏飞 70公斤级 俄罗斯毒蟹 穆瑟夫 历时半年残酷选拔的 不及世界杯 也将搭向终极之战 谁能最终捧起这座 象征荣誉的至尊奖杯 超级豪华的黄金阵容 星光闪耀的无敌名将 给亿万全迷的新年献礼 2020武林峰 全球功夫胜典 元月11号晚上9点15分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韩方选手拥有两条金腰带 战绩是相当的不足 一位不好惹的主 上个月薛深圳在他身上 应该说吃了不小的亏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力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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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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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